午餐白白种 你想学哪一种呢 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 国际时事 人文科普 生活新知 给您不一样的观点 不一样的选择 非碟午餐 银奶精掌厨 欢迎来到非碟午餐 我是银奶精 谢谢朋友呢 在YouTube上面啊 这个收看这个直播 同时也再次的邀请您 到这个脸书 非碟午餐 时间点赞啊 好 现在的 今天的立法院的大戏呢 就是民进党呢 要强度关山 通过这个反受 反渗透法要 进负二读啊 民进党团呢 已经发出了 这个假机动员啊 现在的 现在在立法院里面的 厮杀的状况呢 不知道是如何啊 这听了呢 听这个蔡英文 他们对这个反受 反渗透法 立法的必要性的讲法 听了就一肚子 很圈圈叉叉 蔡英文怎么说 她说近来各项 情势发展 国家被渗透的可能性 都持续在增高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相关的制度啊 包括行政立法制度啊 都需要做一定程度的 检查和检讨 哈 我们国家真的在被渗透中吗 我们哪方面可以显示出来说 我们这个被渗透的程度 呃在增加 我们的呃 国家如此的这个脆弱吗 是是是怎么了 我们现在生活在是一个呃 匪谍无所不在 然后各种各样的 这个渗透的势力 都在试图的要去影响 我们的大选 然后要破坏 我们的这个民主体制 呃有这样子吗 呃有有有这么 有有有这么的 有这么的恐怖吗 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个呃 红色 红色 好像伏地魔一样啊 这样子大举的 要来这个清台 要把台湾的台湾的 这民众都变成那个 是死死人吗 就就就讲 就讲这些话啊 身为这个呃 国家的最 国家领导人啊 身为总统 呃他制造的 他炮制的这样的恐惧 呃完全不是 完全跟我们的 现实的生活的感受呢 差距太远了啊 那但是呢 他就是要让这个民众呢 活在这个恐惧之中 呃这一切的操作呢 这样子才会有利于 他的这个选举 他就把呃国民党 打成这个中共这个同路人 而中共呢 大陆呢 这个也这个狼子野心啊 就是要来影响 我们这个台湾的选举 所以我们呢 非常的呃有必要啊 在这个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对台的 图谋的这个企图心之下 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反渗透法 好然后呢 完全不管这个反渗透法 他的他的立法呢 是如何是如此的模糊 他的定义呢 是如此的这个宽松啊 呃非常的轻易的 就可以去入人于罪 几乎是等于是呃凡事不利于执政党的呃执政利益所操作的团体呃各项的组呃组织行动你都有可能被扣上这个红帽子啊 这才是真正的一种这才是真正的恐怖啊 我们在呃台湾在废除了刑法一表一百条呃给大家充分的这个言论自由的状态之下 现在呢 却在这个绿绿啊 民进党完全执政情绪下要重新回到呃那样子的言论上面不自由 组织上面不自由 行动方上面不自由 不能够自由的跟大陆你被被你视为这个敌对势力的这样的交往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很恐惧的一个状态啊 一个政府呃轻易的可以把他的人民判定为是一个敌对方 只要是你不支持我啊 这个是非我族类其心必毅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执政心态啊 好另外呢就是非常的大家非常的瞩目啊 呃在川普总统呢 这个批准了啊批准了呃香港民主及人权法案之后 到底这个中美贸易呢是不是会受到呃谈判是不是会都受到冲击 第一阶段的这个协议有可能达成吗 这个12月15号啊大陆要对于呃不美国呢要对大陆呢 再加的啊再要加码的这个呃就科征的这个关税会如期实施吗 会不会因为这个中美之间现在的气氛非常的不好啊 大陆呢呃还照照见了这个呃美国驻华大使啊 来抗议啊在这种气氛之下有可能吗有可能有可能签署这个协议吗 我的判断啊是我觉得签署协议的可能性还是很高啊 呃为什么啊就是说大家在看到这个呃耿爽就是呃大陆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的这个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于呃川普签署了这个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之后 大家就只注意到这个呃比较多的关注是关注在说 这批判这个呃美国干涉这个中国内政啊坚决反对啊等等啊 但他里面有一句话啊就说他说中方强烈敦促美方不得实施该法 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和两国在重要领域的合作啊 所以就我的判断是这样啊就说你这个签署你这个签署这个法案呢 他已经是目以成舟了反正也追不回来也追不回来了 呃而且就算呢这个川普呢不签啊或者是他否决的话 那个呃这个他不签他不签的话就自动生效了 他如果这个把他退回这个参众两院的话呢 参众两院他还是可以再再通过了 我话否决的话还是可以再通过所以没有差 但是他那个政治政治姿态差很多啊 就是我如果说不签让他自动生效甚至于是退回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啊呃这个对于中美关系来讲呢 当然是大大大大大大的这个证数 可是对于呃川普现在在面对美国国内啊 这几乎这个反中是共事状态之下他为什么要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政治的后座力啊 可是呃既然签署法案呢已经是目以成舟不能追回的事实了 所以呃现在的关键就在接下来的就是说你要你会去实施吗 你要去实施这个法律吗 你如果要去实施这个法律的话 那就是摆明着跟这个中方对干对着干了啊 那那这样两两国之间没有任何的这个妥协的可能了啊 呃如果说美国真的实施 然后中方呢还这么这么 卑躬屈膝的要和这个美国呢达成这个贸易协议 这这习近平简直就是拿他的这个位置来开玩笑 不可能的啊他也他 他没有办法啊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处境 这样子一个状态的啊 特别是今年又是五四运动这个一百年 你想你想有可能吗 你想有可能做出这么丧权辱国的事情吗 那就不可能啊 但是如果说虽然这个川普呢签签署了呃 这个香港的民主与人权法案 但是可是他在实施上面呢是非常的谨慎啊 甚至于是说把摆反法通过摆的不动啊 摆的不动啊 就只是当作是就通过了就通过了 就当作是一个呃立场上面的宣誓罢了 但他实际上面不会去这个实施的话 那这情况呢又会是另外一回事的啊 呃川普自己呢在这个签署了这项这个法案之后呢 他有提到就说 法案的部分条文与总统一宪法行使美国外交政策的权力抵触啊 这就表示呢呃他认为这个法案呢 就是影响到了哈 甚至于是有点点这个清清犯了这个总统的这个外交的权力 那就表示说他未来在行使这个法案上面的的时候呢 他会更加的谨慎 他会成为是一个美中大博弈之中的呃 美方的一个筹码 但是你如何的运用这个筹码的轻重轻重之间呃都要去计算那个后座力了啊 你今天如果说想要来去威吓一下这个中国大陆 你使出了这个法案中的呃任何的一条条文 对于呃对于这个大陆方面啊 对于大陆方面对于香港上面所采取的这个任何的这个行动 你真正的你真正的是给他实施制裁的话 那就非常的严重了啊 但是你如果只是把这个法呢 你签署把它摆在那儿的话呢 那大美国呃中国方面所要求的会不会就是下一步 就你只要不实施这个法律 然后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各项的合作啊 谈判啊等等呢 我们就照走啊 在我在外交上面 表示了足够的这个姿态之后啊 然后不影响整个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的这个大局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呃两个大国在呃较尽较量的过程之中 到底谁更在意这个中美贸易能不能达成第一阶段的协议 两个国家都在意啊 两个国家都在意啊 大陆的各项的数据显示 我想他们自己心里非常的清楚啊 这个加征关税 这个中美贸易大战 对于呃中国大陆的经济 它实际上是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冲击的啊 这个不是呃大中联冲胖子啊 说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内需市场啊 呃中国呃的这个消费力呢 可以弥补啊等等 然后我们这个宏观调控的政策呢 呃现在呢 都在这个发挥作用 不是这种场面上的话 呃能够去呃掩盖啊 呃在中美贸易战火之下啊 真的是受伤真的是受伤的大陆的这个经济啊 如果说他没有办法稳住啊 目前的这个局势的话 不管是他的这个失业率的问题 他的债务的这个问题 他的金融体系的稳定的问题呢 呃接下来都会一个一个啊出现这个状况啊 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 一旦呃一旦发生了任何的一种嗯衰退性的这个危机的话 对于全球经济呢都会造成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 对于呃大陆的这个政权的稳定性啊 也会有也会有非常严重的这个撞击 那美国也很在乎这个中美贸易这个协定啊 能不能达成第一阶段的这个协议 这个影响到这个川普的竞选连任的气势嘛 啊不管是在这个农产品的购买上面 在关税上面 你增加这个关税呢 等于是呃惩罚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消费者啊 川普的运气好是好在说 现在美国的 基本的这个经济的数据呢 呈现出来呢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状态啊 那但是呢 你在这样子持续打下去之后呢 两边都伤啊 那筹码也会这个越来越少啊 所以呢呃研判他应该啊 大陆方面呢在这个姿态做足之后啊 然后呃我相信呃取得这个大陆 呃取得这个大陆方面呢 一定程度的这个承诺啊 呃对在 呃不就大陆方面呢 取得这个美国方面呢 一定程度的这个承诺啊 这个听其言关其行 他在有关于这个香港与民主人权法案上面呢 虽然签署了 但是并不会采取呃 后续的这个行动的状态之下 双方会找一个下台阶啊 让这个中美贸易的第一阶段的协议呢 去谈成啊 而且特别是 因为这个呃 香港在经过这个区议会的这个选举 呃民主泛民主派大胜之后 大陆方面也没有采取什么进一步的动作嘛 呃 昨天这个感恩节呢 在香港有一个这个集会游行 他也拿到了呃不反对通知书啊 呃活动也照常就进行了 他那个感恩节呢 就敢在感恩什么 在感恩美国通过了呃这个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 谢谢这个美国呢呃注意到香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城市啊 就觉得很很很怪哦 就是这些人的感谢的对象 这个这是很怪啊 就是你就是把这个呃美国 把美国英国啊当作是香港的守顾神啊 特别是这个美国 这这是一个什么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民主 这是一个多么脆弱的一个脆弱的抗争一个多么脆弱的这个诉求啊 好啊但是反正无论如何他昨天的这个活动就是就是办了啊 那大陆方面呢也没有啊这个进一步的就是呃到目前为止呃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之后啊 大陆方面也没有采取一些啊更进一步的这个举措啊 那之前的时候在选前的时候那个禁盟面法呃香港的这个法院不是判说那个违宪吗 然后呃人大的人大不是就出来讲话啊 就说啊这个香港的没有没人是法这个是法权呢在人大啊不在这个香港的各级的法院啊 那但是呢在这个选后呢也没有呃采取进一步的动作 所以呃挺好的嘛哈就是你面对香港的这样子海啸般的民意的呈现呃像大陆方面呢在决策上面呢还是保持着 相当程度的冷静理性啊你要很清楚的去分析呃这次的区议会选举所他所代表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然后再来决定呢你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如果说是非常的这个莽撞的啊非常的情绪性的就针对呃香港的各种特别是这个禁盟面法的这个这个问题呢 就采取了一个高姿态的高姿态的一种表态的话 那那那那这个情势接下来的发展呢就等于是自己给自己呢点了一把火一样啊 在点了一把火对于呃未来双方要取得更进一步的妥协 什么就就机会就会越来越越小了啊呃到大陆的官媒党媒啊 到目前为止呃对于香港的这区议会选举的评论呢也就止于是说呃也就止于是说呃 呃止暴之乱还是这个香港这个呃各界什么一致一致的期待啊 啊然后呃不管选举结果如何啊这个一国两制的精神呢不容被践踏啊 啊然后像这个环球时报呢就一再的这个强调事实上呢呃这次的选举的结果 这个建制派啊呃拿下了这个百分之四十一的选票啊 民主派拿下百分之五十七呃就这个呃成就选票来讲的话 建制派还有成长啊然后就呼吁建制派呢不要气馁啊 这都是这都是在一个都是在一个一定的程度的这个范围之内啊 来去看待这个香港的选举表示就说呃中共中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调啊 就如何的来处理呃区域会选举之后的香港形势 然后接下来呃这个大陆的中央对于呃香港的形势要如何的来去研判啊 啊然后接下来要怎么样来走到现在为止呢可能都还在都还在在讨论之中 还没有到这个定调啊那香港的形势现在大致上面底定的状态之下 美国也没有必要要去呃才要去实要去实施他的香港与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之中 什么不管是呃限制限制呃呃这些在抗议活动之中呢呃去违反啊 就这个他的法案来讲就是违反这个民主与人权价值的相关的人士 他没有必要采取任何的这个行动吗 好但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抗议的行动就是真如这个西方媒体和美国所说的 是是如此的呃有有理有据吗 我们看到啊这个香港理工大学呢 在这个警方的封锁多日之后啊 昨天呢港警呢就派了这个安全小组到校园呢去搜诊啊 然后去整理他的这个危险的物品 哇哦这个呢发现了三千八百零一枚的汽油蛋呢 呃有部分呢已经绑上了压缩燃料罐 而且呢发现了数百瓶的浓硫酸 还有弓箭玻璃瓶 易燃液体这些危险物品 天呐这些这些这些学生 这些抗议人士不只是学生 他们想要干嘛 而且他们发现了这个三千八百零一枚的汽油蛋 是留下来的 之前的时候呢不知道用到 不知道用掉多少啊 这个不知道用掉多少 很可怕耶 这哦 他们的 他们的武装配备如此的齐全 然后 显示出来他们要跟这个港府跟个港警呢 对着干的决心呢 多么的这个强烈 嗯 还好 还好没有在 还好没有在这个 呃为 为 理工大学被围住的 这个这几天里面呢 发生了更 更暴乱式的啊 呃 行为啊 没有被 没有双方这个警方跟这个 呃 跟被围在学校里面的这些抗议人士之间 他们并没有更升高的这些行动 否则的话呢 他那个后果呢是不堪想象的啊 一个拥有这么多这个自制气油弹和武器的抗议人士 你能说他的抗议都是有理有据吗 那是有特徙的 我需要把这个法定的文字据得出来了 考虑的 这种方法 我需要决定的 你不能够想象的 你不能够想象的 我需要决定的 我需要了 我需要吓